这是我们鸡制栽培的番茄 果个还没捧起来呢 这是秋盐的水果型番茄 你看这种水果番茄 它的缺点是果实的整齐度不够 看来一下基本上没有像我们人说的出现气腹病 刚才找到有一个气腹病 但这边我看一个都没有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我们人员说秋盐水果番茄有气腹病 我找了一圈 有一个小果子上出现了一个 其他没问题 无土栽培正常情况下很少会出现气腹病 因为无土栽培的专用肥里面 它这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是有一个比例 并不是说你用的肥料钙含量足够高 它就不发生缺钙或者出现气腹病 这种情况原因 有一个就是说在高温季节 这个作物根系吸收的时候 它是优先吸收消财蛋 当消财蛋吸收量大的时候 会移植这个钙的吸收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 这钙供应不足而出现的这种气腹病 但整体我看问题不大 没点问题 如果说我们农户种植的时候 担心番茄出现气腹病 可以在番茄开花的时候 喷湿这个钙肥 这样的情况下就很少会发生气腹病的问题了 蜊